哎呀 妈呀 这咋这么多人呢 我也不知道 我太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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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了一下 哎 你好 帅哥帅 帅哥帅哥帅 哎呀 帅哥帅哥帅 帅哥帅 接下来我们也迎来第二组 哇哦 这个是吧 看你好看你好 哎呀呀 来来来 这么帅的一个文具彬彬的书生 就打褂全部的男生啦 哇哦 她的感觉是来自于一个潮单 大褂虽然它是我工作时候的长途 但我觉得在这儿 只有我一个人拥有的东西 很合适 哎 男才女帽 很好 你好 你好 哈喽 电视机械都不拥不拥不拥 你看 你看有齐哥穿什么鞋 你看我穿什么鞋 好 好 那哎呦 这还有一个声音不小 来了 啊 雪芹来了 雪芹来了 换了睡衣 拿一个麦克风吗 雪芹 雪芹独自的 躺着就过去了 然后呢 换上粉色的睡衣 还有一些靠调 然后他和 这位穿大褂的先生 这样的去采访各位 咱不是红毯采访 对对 是的 咱俩就比较那种 就史上就是那种 最尬的那种红毯 咱俩就问点那种 就是必会被骂的问题 就是只要是 如果真正红毯 一定会被骂的那种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非常尖锐 西哥 您觉得您这个颜值 在我们《桃花屋》当中 算是 第几 以男的来讲应该 我今天就以男的来讲了 对 也可以算是第一了吧 肯定是第一了 好吧 那请棋哥稍事休息 辛苦了 把胡子先卸了 对 先重回女儿生 下一组是 陈陈陈和欧欧 我们叠叠自组 这套衣服呢 我可以从毛毛虫变到碱 再变到飞蛾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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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还挺好 这是一个封印 哎呀 一比我啥也不是 姐姐姐 你还是往哪儿指的 好帅啊 好漂亮啊 哦 带着邪气 太美了 衣服的灵感就是 从一条漂亮的 中国龙来的 衣服上面有很多灵片 然后后面还披了 两个披肩 整体的效果 让我很开心 很满意 哦 是看上回复古那个 一看输了 一看这种要拉回来 好好准备了 你看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 宋丹丹 望苏龙 我们握最位高权重的两位 一起登场 一位一位 没有我的事 来 这位小公主 小公主是鞋最亮 你这个起动有点 抓好 抓好 哇 你俩好漂亮啊 龙哥肩上那个摘桃的少年 桃太郎 等会儿我又疯 我要疯 因为我们评估的特产 就是桃子嘛 所以我也希望 用我自己的自身能量 带动一些这边的桃子产业 好 下一位有请 宋丹丹女士 是 兔兔 好美的兔兔 因为我老了 肚子也比较大 也没有腰 然后穿那些漂亮的礼服 也不适合 所以就穿那个也挺好 穿起来最舒服 谢谢 兔兔 你好美哦 这边的朋友 哎呦我的妈呀 好美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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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兔兔兔 大家好 哦哦 听说你平常很毒蛇 为什么在桃花屋收敛了 那可 行你快点把你的问题回答了 就上瘾了 因为 在这里有太多长老了 行了长老来了 现在长老来了 快走吧 快走 快走 太漂亮了 谢谢 哇你好 谢谢姐 哎呦我的妈呀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是问丹姐的啊 说如果让您在桃花屋 选一位居民做儿子 你会选谁 哎呀 我确实有一个一直想认的 好 仿佛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 哎呀 就是杰哥 就是杰哥 哦 杰哥 哦 觉得对 对 哎他就打他当儿子 就是这一个 是 为什么选杰哥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的性格 而且他生活得非常仔细 我特别希望有朝一日 我真的老了 他可以照顾我 哦 就伺候你 对 哎呀 是 就是 那要是给这个儿子 选一个对象 您会选谁呢 哎呦我的天 如果要给我这个儿子 选一个对象 我觉得我还是会选你 选我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我又有人伺候我 又有人跟我讲笑话 哎呀 两全其类 完美生活 没事 没事 你不选我 我也给你讲 哦 好吧 好好好 谢谢单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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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会儿吧 这两会儿吧 蜡木还没下来 不行 不是 等你们了 你们不走 他们不下来 好可以 他们下来了 这还能上车吗 这还能上车吗 等会儿啊 站着 我知道了 我这样 我这样 哇 我怎么感觉是那个权力的游戏出场了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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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火 哇 都讲世了 我的感觉 真的 我的天啊 我那套装扮就是我的翅膀 如果没了翅膀 我那个就是个普通的装扮 所以就还好有那个翅膀 点亮了我全身 其实你翅膀好帅啊 是不是啊 我拿下的水杯啊 谁知道我有多难走 你把翅膀能收一下吗 我收了啊 这位收了 谁来了呢 现在是 是蜡牧羊子 快来展翅 是 来 来 展翅 哇 展翅了 哇 有点慢 薛薇 哇 真棒 他这还有低官 他归着我的 来我的羽翼一下 好好好 稍等 来采访一下 请问你觉得今天谁的穿着最好看 那我觉得今天的穿着来讲呢 那我觉得还是说蜡牧羊子是这个第一名 是是是 那那个 你觉得你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啊 我觉得我是一个 挺自信 对 比较自信 那请问如果你在桃花屋谈恋爱 你最想和谁谈呢 为什么 哎呀 哎呀 那我先走了 哎呀 有点受不了了 怎么都是这种问题呢 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吧 我觉得无需多回答了 那今天在这里就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那分子钱我们在这收一下啊 好 完事没 你俩要完事没 来 帮我让 来 我们谢谢杨子精彩的表演 我们有请下一对新人 不是 下一对不是 那个 哇 孟子依赖冠伶 哎呀 再往上面一点都拖地了 王姐心弄裙子了 我有点不太知道准备什么 王姐姐就给了我这个大礼服 子依你看到她 美美艳艳的 我不用想她一定会 希望成一个公主 哇 子依今天是公主 小賴今天是西部牛仔风 我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漫画 里边会有那种穿粉色染金发的那种牛仔 那我就搬一个粉色牛仔 这我们家艺人啊 这个不要拍照 不要拍照 不要拍照 接下来是我们的张翰和周也有请 哇 每个人特别会摆姿势 新了 真的新了 哇 汉哥 哇 其实我很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 就带发光铁的这样的一套衣服 表达一种对于未来世界的向往的美好 这是我所有做过的party里做的最好的一次 那我们先问孟姐几个问题吧 好吧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人谈恋爱 你想找谁 比较吃哪一种脸 这个问题我想反问一下麒麟 还有怎么跟650 Radio一样 那我正就问了 网友说你每上一个综艺节目 就多一个黑亮 你觉得这个节目也会吗 后不后悔 回答 第三个问题 你觉得桃花屋里面居民 会票选你们最讨厌的人吗 回答 太赶了 不 我们刚才问了一个最轻松的问题 完了 你不好好答 你这三个问题需要我三选一回答吗 然后你讽刺我 我选不了了 现在必须回答最后这俩 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张翰 好醉 周园好漂亮 完了 随时时间关系你俩先回去吧 这都是什么呀 请问张总 你觉得今天你在这个十五个人里面 你的造型排第几 排倒数第四 那后边那三是 就在你边上 后边那三都在我的旁边 好 开源公司的主委 走 落座 休息 走 这真是 就是桃花屋最难采访的四个人 帅 可以 你看杰哥 杰哥什么样 哇 哇 哇 嘿 耶 嘿 我要说实话 因为是盲姐帮我选的 我对粉色没有任何的驾驭感 所以我就问了盲姐 她说穿这个吧 我就穿这个吧 让小脚 太可爱了 小脚要 我认为杰哥是一个就是 比较有距离感的男生 所以我特想让杰哥啊 变成反弹最大的一个人 杰哥你可以走红毯了 溜着你的小马 我是独角兽 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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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去吧 OK了 我们OK 哇 看看杰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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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可爱啊 太可爱了 滴哥 腿太短了 哇 哇 美女 花仙子 好漂亮 太美了 太美了 哇 问一下盲姐啊 哎 你觉得你今天的造型赢了吗 我本来认为我是百分百赢了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太好了 我给某些人做的造型 她赢了我 啊 啊 我问问月月吧啊 如果只有一张船票多余 且只能带一个人上船 以下姐姐中你会带谁 四位啊 宋丹丹女士 淑琪小姐 苏莽女士 第四位是龙丹妮女士 她肯定选龙丹妮 我们不介意你选龙丹妮 这样 我选龙丹妮船票就有了 三位姐姐可以一起上来 哦 哦 哇 哇 找了个大款 我跟丹妮姐可以一起划船 哈哈哈 谢谢啊 谢谢谢谢两位 谢谢 好那我们的红毯就告一段落 啊 下面到了搜索时间了 你是不是 是 是 是